國法會主委陳添枝上任時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提出振興經濟三大政策 包括投資千億、設創新轉型基金提振國內投資 不過13日到立法院避詢時 立委質疑根本是救平身臟 提振國內經濟成長效果有限 不過陳添枝認為短期的效果雖然看不到 不過已經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提振投資和拓展市場上 至於今年經濟成長率 他說因為去年的基期低保一有望 國法會主委陳添枝一上任 立即提出三大振興經濟方案 包括以國法基金向銀行融資一千億 設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力速企業投資 不過立委質疑根本就是救平身臟 效果有限 國法會不單只要用千億元來提振投資 還要設立國家級的投資公司 配合新臨向政策 創造貿易投資機會 陳添枝表示 這間公司會由政府出資 向民間企業募資 不過股權不會超過五成 預計投資100億 不過立委質疑 這間公司等於不受立法院的監督 如果投資失敗 誰來負責 國法會承諾會負責監督 至於日前提出五大創新產業 亞洲植局推動方案 將會在國法會委員會議討論 最快下星期四就會匯報行政院院會核定 通過之後立即開始推動